秦晨再次对游文诚拱手 游兄 咱们再分开没多久吧 真是有缘 游文诚也没来得及说话 丁洪达就哈哈一笑声 哈哈哈哈 原来游兄也认识秦少侠 那不早说 既然游兄认识秦少侠 那我们是朋友 之前多有得罪啊 此时 就连游千雪也是皱起眉头来 之前那三人分明是在生死搏杀呀 谁知道看到秦晨之后 这两名追杀人的人 反倒是挺丑的 还如此乐趣 甚至连追杀的人也不追杀了 如果秦晨认识两人还好 可秦晨他根本就不认识两人啊 这两个家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游文诚 你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秦晨也感觉到疑惑 问了一句 游文诚刚想说话 那天鬼宗的一名武皇却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哎呀 没事没事 只是一点误会而已 刚才我等找到了一片空间池 游文诚呢 却贸然闯了进来 我等生怕游文诚把消息传出去 所以啊 想将他留下 哎呀 一点误会 误会 空间池 秦晨立即一惊 前世作为一名巴结后期巅峰的武皇 他岂能不知道空间池啊 空间池 只有在古鱼界这样的地方才拥有 是空间之力到达了一定的极致 形成的一片池水 就相当于零随池一般 空间池中的空间之力 和古鱼界中的空间之力 有一定的区别 而这个区别就是 空间池中的空间之力十分的柔和 吸收起来 几乎不用考虑会有副作用 如果说 在正常的古鱼界中 吸收空间之力 是外界十倍的话 那么 在空间池中吸收空间之力 则是外界的百倍以上 并且 在空间池中 往往拥有大量的空间之精 因此 如果有谁能够找到一片空间池 其收获之大 会远超其他武者 以往的古鱼界历练中 也偶尔会有人找到空间池 最终的结果就是 找到之人 很容易突破到了八截后级巅峰 并且离开古鱼界后 该宗门会出现大批量的武皇强者 只是激动之后 秦晨心中又是意了 如果说一开始 他只是怀疑这天鬼宗 别有用心的话 那么现在 他是彻底对两人产受怀疑了 知道两人是不怀好意的 别说是他和两人根本不认识 哪怕是十分亲密无间的好友之间 发现了空间池 也往往会造成杀戮 这两人居然毫不犹豫地告诉了自己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啊 若是没有别的目的才怪呢 游文成 你真的找到了空间池吗 秦晨当即看向了游文成 我 游文成有些恶人 刚想开口 却被那天鬼宗的人一下子打断了 秦少侠呀 这等好事 我等岂会骗你啊 若是秦少侠不相信的话 那可跟我们走一趟 这片空间池啊 就在附近 走走走走 看看去 说着 那人就要拉住秦晨 啪地说 秦晨就将那人的手拍开了 淡淡的 两位 何必如此着急啊 先让本尚问清楚了再说嘛 那武皇脸色顿时难看了下来 自己都说了有空坚持了 秦晨居然还要了解清楚 了解什么 他脸上顿时涌现出了一丝冰了 忽然 伸出了真元大手 朝着秦晨抓了过去 口中还冷声说道 本皇让你过去那是看得起你 你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秦晨冷冷一笑 浑身气势暴涨 空间结界完全施展开了 那人的真元大手 还没来得及抓住秦晨呢 就被冻结在空间之中 直接崩溃开了 随即 那人就感觉到浑身都被束缚住了 一动起来也变得极其困难 你的空间结界 怎么会这么强啊 那人的脸上带着惊骇之刺 立即运转全身的真元 想要夺得秦晨的结界 同时自身的空间之力也弥漫开了 化作了一股惊人的结界 想要撑开秦晨的结界 轰的一声 两股结界之力疯狂碰撞 可是那人无论如何施展空间之力 竟然是始终无法破开秦晨的结界之力 他堂堂中期巅峰武皇的结界之力 竟然比不上秦晨这么一个初期巅峰武皇 他脸上顿时大喊 这就是你所说的找到空间池 找到空间池之后 阁下的空间之力还这么弱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秦晨失笑着说的 这人虽然修炼达到了八节中期巅峰 但是空间之力却并不如何浑厚 分明是刚刚才在古鱼界中 修炼的三十条空间道则之力 甚至还未来得及巩固呢 可若是真的发现了空间池 此人的空间之力岂会这么弱啊 就是啊 一旁的丁洪达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微变 抬手就要解救他的同伴 秦晨竟然出手了 又怎么会给他解救的机会 直接催动剑之御剑 扑扑扑扑的 虚空之中无数剑气凝泪 化作了漫天剑影 将那武皇彻底包裹在其中 下一个漫天鲜血飞剑 那被秦晨束缚住的天鬼宗武皇 瞬间爆裂开来 化成了漫天血雨 而这时候 那丁洪达攻击才过来 轰的一声 将秦晨的剑之御剑批了开来 你 你竟然敢杀死黄兰 他脸上顿时惊怒万分 脸色变得无比的阴沉 同时语气中带着一丝恐惧 一招 只用了一招 黄兰就被秦晨给灭了 就算是黄兰再轻敌 可也是一个中期巅峰的武皇 此刻他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游文成一看到秦晨 就会惊喜地向秦晨求助 此子的实力远比他想象中要可怕得多 黄兰是轻敌了 可是以刚才秦晨瞬间斩杀他的威势 丁洪塔估计就算是自己权力出手 也一定不是秦晨的对手 一时间内心惊怒交加 他知道就算是自己要替黄兰报仇 也绝对不是现在 只是心念转动之间 丁洪塔就做出了决定 他灿灿笑了一下 然后抱拳说道 既然秦少侠对我等不感兴趣 那丁某就先告辞了 说完 丁洪塔转身就要离开 秦晨恐怖地伸手 让他一秒钟都不想留下来 秦晨却淡淡冷笑道 阁下真是好自由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秦晨说完这句话 收起了黄兰的橱戒指 而后身上的空间之力弥漫 表情平静地看着丁洪塔 显然只要是丁洪塔逃跑 他就要动手 丁洪塔的脸色有些变了 虽然他知道自己不是秦晨的对手 可是 秦晨这话 却也有些太欺负人了吧 好歹自己也是天鬼宗的 中期巅峰武皇啊 竟然想走都被限制 这简直太过分了吧 而更欺人的不是秦晨的话 而是他的态度 那眼神之弹幕 分明不把他放在眼里 就好像是看着一个蝼蚁一样 秦少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杀了我天鬼宗的武皇 我天鬼宗还没找你算账 莫非还要强行留下丁某人不成 丁洪塔说完这话 身上的气势完全爆发开 周围的空间在他的气势中 甚至可以扫到一些涟漪 可内心却是忐忑无比 他是比黄岚强的 但是却是强的有限 秦晨虽然是杀了黄岚 为了防止消息传递出去 很有可能会对他灭口 秦晨冷冷一笑 丁洪塔的气势虽然惊人 但是比古英长老都差得太远太远 说句不好听的 丁洪塔在秦晨的眼里 根本就不算上 你说对了 我要留下你 如何 秦晨根本就没一句废话 他不喜欢麻烦 所以不去惹 可是对于惹到他的麻烦 他也从来不会躲 如果不是要打听一些东西 他在杀死黄岚的同时 就把丁洪塔也一样杀了 丁洪塔气得脸色通红 他刚才那话 加上爆发出来的气势 就是想让秦晨有些忌惮 等秦晨忌惮了 他拿出一些东西补偿 换回一些生机 他都愿意 他只是想找个台阶而已 可是谁曾想 秦晨根本不给他这个台阶下 这一下他更加惊慌 秦晨这么做 分明就是想灭口啊 丁洪塔再也顾不得其他的 手一挥 一道黑光 在他周身盘旋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他的手上 秦晨已经看清楚了 这是一对日月双钩 只是双钩交错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圆环而已 这还是一件顶级的兵皇呢 日月双钩一被记出来 就在丁洪达身边带起来一道道的勾引 这些勾引一道接着一道 形成了一道黑色的圆环 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丁洪达还没出手 恐怖的双钩形成的气势 就令一旁的游文成感到一阵阵的呼吸停滞 他之前见识过这个日月双钩 知道这双钩的厉害 只是之前他拼命地逃走 每次激发了自己的潜力 此时冷静下来 在边上看时才知道 自己能从丁洪达手中逃出来 的确是非常的狡献 日月双钩还没有攻击 可是已经在空中带起了嗡嗡的响声 那种气势就让人感觉到 一旦被那勾引套住 就会被绞杀成碎片 丁洪达记住自己的宝兵后 并没有主动出手 而是冷冷地看着秦晨 那意思很明显 要打我也不怕你 秦晨顿时就笑了 这个丁洪达怕不是个傻子吧 居然还用这种威胁的姿态 自己难道还会怕他一个 中期巅峰的武皇不成吗 他懒得废话 剑之欲剑 直接就施展了出去 刹那间 天地间皆是剑气纵横 像是陷入了一片剑气的海洋 丁洪达没想到 秦晨竟然说打就打 根本来不及细想 急忙将日月双钩给全力 寄了出来 那无数的环绕在一起的黑色勾引 立即就爆炸开了 轰的一声 恐怖的剑气瞬间撕裂开了 无数道勾引 一下子 传射到了丁洪达的体内 不吃一声 丁洪达直接就喷出一口血血 什么 丁洪达大惊 自己竟然一招就被击败了 他惊目万分 急忙地要催动真元 冲杀出这里 可是还没等他有机会出手的 一股恐怖的空间之力 已经降临了 将他牢牢地 禁锢在了中心 嗡 无数的光影在他的身前形成了一道道耀眼的剑体 指着他的眉心 显然 只要他敢动一动 这剑体就会刺入他的眉心 粉碎他的灵魂 你敢杀了我 天鬼松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丁洪达 吓得魂飞魄散 急忙惊恐地喊道 秦晨无语 这些家伙临死的时候 为什么都要说这么莫名其妙的话呢 难道自己不杀他 天鬼松就能放过自己了吗 事实上 自己杀了他 天鬼松的人 还未必知道 这人是自己杀的 反而不会杀他 才不会出危险 说吧 你刚才为什么非拉我去别的地方 究竟有何企图 秦晨微微笑道 我 我是真的发现了一个空间池 想要在阁下前去啊 丁洪达目光闪了一下 连说道 秦晨目光一寒 这个时候了 丁洪达还不说实话呢 臣上 刚才的确有一股特殊的空间保护器 就在这时 尤文成在一旁说道 怎么回事 秦晨疑惑地看了一眼 尤文成 尤文成当即对着秦晨说道 秦少侠 先前从山谷离开之后呢 在下就一直往深处飞略 想要寻找自己宗门的高手 谁知道 这飞了许久之后 没看到宗门强者 反而在一个废墟中 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浓郁的空间波动 这空间波动啊 就十分的浓郁 甚至比古渔界内部还要浓郁许多 在下心中就惊喜啊 以为是找到了什么空间宝物了 这刚准备冲进的废墟中 谁知道 有人守在废墟门口 然后这丁洪达和黄澜就冲过来了 开始追杀在下 在下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的 若不是秦少侠出手 在下恐怕已经凶得及少了 秦臣眉头一皱 这么说来 那废墟中真的有空间池 这有没有空间池的 在下没看着啊 但是空间宝物应该是肯定有 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啥 游文成毕竟没有进入废墟 因此不敢断定 就是空间池啊 秦少侠啊 丁某完全没有骗你的必要啊 刚才我们就是想将那块空间池 献给秦少侠才准备带秦少侠过去的呀 丁洪达急忙说道 秦臣冷笑了一声 这丁洪达当自己有病吗 我看这块ls得好